那剛剛我們已經看過了 基本上開發環境 開發環境很像漏掉一個東西 就是告訴各位去哪裡下載這個開發環境 那我現在告訴各位怎麼下載 我如果在Google或者是Chrome裡面打這個 We just can download 你看它現在會帶你到下載中心 Microsoft Video Studio 2012 然後呢 這裡就會有很多的版本 其中這個就是剛剛的 我們所說的2012版 2010也還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電腦就請你裝這一版 2012版 那2012版呢 請你裝for Windows desktop 如果你是Win 7 或者是XD 就裝這個 那XD可能還要 額外 額外有一些可能會需要裝一點東西 但是Win 7一定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Win 8的話呢 可能就要裝這個 所以你要看你的Windows 8版 哪一版 那如果你要開發手機的話 就要裝這個 Window Go 但是 不建議啦 還是呢 如果是XP1 就裝Windows 8版 這一版 那for web的呢 是用CShop也可以開發 像HP.NET 那目前各位應該還用不到 除非有別的客戶 那你就可以按一下 那這裡就會有 系統需求 預設通常你中文 其實都會給你中文 那這邊呢 下載的語言 你也可以選一下 但是基本上 沒有我們要 所以就不用管它 那在這裡 你可以選這個 Express for Windows desktop 中文立體安裝 如果點一下 它就會開始安裝 或者是你想下載完之後 再安裝 你就點這個立刻下載 那下載應該會滿久的 那但是你安裝完之後 記得你這個 這個產品 基本上它是要認證 所以 你如果30天之內 沒有給它註冊 那30天到期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 這個Vitual Studio 不能用 所以 但是它會出現一個訊息 訊息 就告訴你要 做認證 做完認證之後 它會帶你到一個地方 去微軟的網站做註冊 登陸 它會給你一組 一組認證 就把認證法出進去 就可以 就可以用 那所以 你可以選立刻註冊 那就馬上就先註冊 那就不用等30天之後再過期 這樣子 那我這邊就不安裝了 所以請各位回去 請你去下載 然後去安裝 那 有一點是 如果你電腦不夠好 那就請裝2010 而且2010想要很多 因為它不是把四個都綁在一起 它不是把所有的程式員 都綁在一起 它是分開的 所以你如果2010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 用這一版 這版就很像 裝起來 可能比2012的 要小上 好不好十倍 所以你如果 運別不夠大 電腦不夠強 就可以考慮這一版 那 一樣 就選立刻安裝 就可以 相對更快很多 如果你用2012 可能要裝很久 那這個應該是 是會至少快上個三四倍 那所以你只要做這件事情 不用錢 因為這個是免費版 你就可以安裝 那如果呢 有同學 真的你進度非常非常的超前 超過我現在的狀況 你很想 就是 學遊戲層次設計 那告訴你 C-Shop免費用來寫遊戲層次設計 但是不要用這個 但是不要用這個 應該不是最近 有一個遊戲引擎 叫做Unity 它支援C-Shop 支援 Challa Street 這些語言 那 它也是免費下載的 而且最近 它本來 本來音樂體主打的是 3D的遊戲 但是最近呢 它會過頭來 支援的2D遊戲 所以你就可以點這個 打Unity 給這個 Unity Game Manager 那從這邊呢 這裡有很多 Unity的東西 然後 它的下載也在哪裡 我這裡 Download Download Unity 4.2.1 然後呢 你這一版 應該是不用剪的 但是如果是 專頁版的話 可能就要 剪了 那你可以點這種 這一版應該不用剪 看一下 確定一下 這是要剪 OK 馬上就價格 881M 那 至於怎麼用呢 各位就自己去摸摸摸 但是 去年 趙里祥老師有開過 那 今年呢 因為他接電話 東西主任 所以 把這本課 硬生生的拿掉 所以 今年不要開 那 如果你要寫2D、3D遊戲 那 現在的市場主義 就是這一個工具 Unity 所以 有興趣的話 可以玩一玩 不過 請你記得把視窗學 不要因為晚了這個 然後視窗 反正沒學會 那就招了 那 大概是這樣 所以告訴各位 兩個工具 一個是Vidious Video 一個是Unity 那 各位現在呢 就可以先去看一下 你是不是能夠 正確的找到 剛剛我所說的 這些工具 好